人类对于外星生命的探寻一直就没有停止脚步,而在广袤的宇宙当中,我们所探索的区域只是冰山一角,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未知区域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研究。 对于生命的起源与变迁,一直是遗传学家们比较关心的问题,而最近美国的遗传学专家使用了摩尔定律来研究生命科学,通过研究大量的数据,从而得出了生命的起源应该是比地球的出现还要早,而最初的生命或许是太阳性之外的某个地方。 美国著名的遗传学研究专家在团队研究的过程当中,首先把摩尔定律当中使用的经济管换了核酸,而核酸就是生命遗传物质的最小单位,之后再把电路也换成了遗传物质,最后进行相关的数学计划。 两位研究专家Lexy,Shark和Richard Burton使用的大量数据写是,生命的起源应该大约是在100亿年以前,而对于地球的出现也只不过是短短的四五十亿岁左右,因此生命出现的时间要比地球出现的时间更早,因此生命起源的地点就成为了焦点。 而生命的出现早于地球的出现,两位专家对于宫典身性不一,而研究者发现在太阳系形成之前,或许就应该有一些类似细菌的物质存在了,它们或许再开始存在于银河系中,它们是如何到达地球呢? 当地球出现之后,这些细菌物质是通过小行星,或者是太空碎片的鞋带来到地球。 对于生命的这种起源方式,研究人员成他们卫生员说,或者是一种被叫做泛众论的书法。 但是也有其他的科学家认为,或许就在当今这个时候,仍有一些外星系的生命均起,以相同的方式来到地球。 科学家们使用摩尔定律得到的结果,虽然不能起到真正的科学证明作用,但是我们现在根本无法确定宇宙当中,有几乎复杂性,是使用哪种速度增加的。 在科学家们的论点当中,拥有很多的假设,为了证明结论的正确性,我们应该要获取更多的数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